你快把我把门打开 你别拍了别拍了 快把我出现 谁啊 今天也太坏了吧 要是被发现 肯定会上学校黑名单的 肯定会上学校黑名单的 谁啊 谁啊 谁搞的 出来 可算糟了 这个相机是我上午演讲时 拉下的吗 原来是你的 那你说好了 别再拉下了啊 哎好呢知道了 马上就过去 有没有人在啊 哎 在后面 快快快快快 快帮我开一下门 门 门门门门 门 门 你快 你快帮我打开一下 不是 哎呀你别拍了 你快一点你站着干嘛 江浩玉 你快帮我把门打开 哎呀你别拍了别拍了 快抱出去 江浩玉 你们两个不上课呢干什么呢 你为什么会在小礼堂 门没锁啊 我 你怎么不在教室里上课啊 我 谈恋爱 不是 不是 你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你和江浩玉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哥 真不错 真不错 不愧是江浩玉的妹妹 谢谢老师 你是江浩玉的妹妹 怎么能和别人打架呢 杨主任 我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去小礼堂就是为了 为为为了 朝圣 朝圣 对 衣装那个笑气上啊 那个神圣的图案 让我实在是忍不住 想要伸出双手 去触碰沾沾灵气 但由于我的内心嘛 实在是太过于激动了 没忍住 竟是大了些 哎真的是太爱衣装了 这个事情啊 江浩玉同学也可以作证的 对吧 是这样吗 嗯 杨主任 我们俩确实不认识 不认识 我去礼堂是为了 为了剪相机 家长都是陆永飞 难怪不愿意承认 原来是离异家庭重组的兄妹啊 闻苗 破坏公共设施 违反消极消规你知道吗 罚你打扫卫生一周 回去吧 那杨主任 我也先走了 哎去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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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